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恐怖片 夜班无人事与时 大眼雷是一位灵异专家 号称自己跟阎王爷是把兄弟 地狱十八层 甭管是哪一层就没有他摆不平的 整天在电视上忽悠老百姓赚没信钱 清云是一家医院的医生 工资不高但操的闲心不少 在一个月黑风高下大雨的晚上 猪猪陪着姥姥罗的妈到清云的医院看病 清云一看猪猪长得沉鱼落雁的小心脏就是猛的一颤 清云的女朋友绿茶妹是个尖酸刻薄刁蛮任性 由爱财辱命的女人 长得难看还特自恋 早就忘了自己吃几碗看看 这清云也没出息 在绿茶妹面前是唯唯诺诺就是个怂祸 整天受锅囊气还不敢放个屁 连单位的同事们都看不下去了 第二天晚上 清云去参加绿茶妹妈咪的生日的时候 又被劈头盖脸的数落了一顿 辛仇旧恨加上猪猪的倩影一直在脑子里晃 清云的小宇宙终于爆发 这哥们一怒之下跟绿茶妹提出了分手 清云跟同事小眼镜正在路边闲聊的时候 突然看到猪猪从天而降 咣当一下就摔到了一辆汽车啊 清云和小眼镜一看急忙开车把猪猪送到了医院 这个时候清云和猪猪的缘分来了 猪猪的血型居然和清云一样 都是罕见的熊猫血 替猪猪输完血清云就离开了医院 第二天就去外地参加奶奶的葬礼了 直到一个月之后 清云才拿着奶奶的骨灰回来 这哥们一下车就觉得不对劲 眼前的景象明显不是一个好照的 清云刚到家猪猪就不亲自来了 并且把已经洗干净的西装还给了清云 两人屋里聊完感觉没尽兴 又跑到马路上溜达去 猪猪说我身上现在溜的可是你的血 滴水跟泳泉暴你有没有想要的 虽然暗示的已经很平显了 但清云还是不敢往外出想 清云问猪猪那天晚上 为什么会天女下班把自己给摔残了 猪猪似乎有难言之隐 猪猪那几句就给绕过去 两人这天晚上聊得挺开心 清云还跟一对外国游客相同照了相 为了报答清云的救命之恩 猪猪邀请清云改天到家吃饭 一天晚上 清云乘车前往猪猪家吃饭的时候 被前女友绿茶妹给盯上 猪猪家一共四口人 除了猪猪和姥姥罗大妈之外 还有猪猪的哥哥和弟 几个人正吃饭的时候 绿茶妹摸到了猪猪家 这姐们进屋一看 被眼前的景象吓得是花之万颤 被吓破了胆的绿茶妹 顾头不顾定的跑到了医院 把自己看到的仔仔细细的说了一遍 可由于这姐们的人品太差 因此根本就没人信她的话 小眼镇从专业的角度分析 认为绿茶妹肯定是得了精神病 几个人不容分说 就给绿茶妹打了一针麻醉药 然后就把这姐们固定在了床上 罗大妈为了教训绿茶妹 从精神到肉体 把绿茶妹玩捐了一遍 晚上猪猪到清云家做客 看到大眼雷又在电视上忽悠观众 大眼雷说自己在泰国 见过一个能够正轨的神像 这个神像的拥有者 是泰国的神婆黄大妈 这黄大妈不仅饭两大 而且什么都不怕 一顿能吃十几碗干饭 阎王爷见了个个儿探 大眼雷说着 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神像的照片 猪猪一看就像跟过了电视 一溜烟的就跑进了卫生间了 猪猪说哥哥呀 我冷求抱抱 郎有情妹有义 两人一来二去就开始闷得密 第二天清云醒来一看 发现猪猪已经不见了 这个时候 小眼镜突然不请自来 把头天晚上绿茶妹的事说了一遍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绿茶妹的妈咪突然打来了电话 说自己的闺女被鬼给出了身子 让清云赶快过去一趟 两人赶过去一看也下了一道 这绿茶妹不仅一阵阵的傻笑 还伴随有不着调的胡说八道 把清云和小眼镜全都吓咬 鉴于问题的严重性 清云和小眼镜急忙去请 灵意大师大眼雷 大眼雷趁火打劫 开出了一个天价 随后大眼雷跟着清云和小眼镜 来到了绿茶妹家 灯光昏暗阴气弥漫 把大眼雷吓得是一阵阵的盖颤 这哥们意识到 胸多吉少就像杀子跑 但却被清云和小眼镜 强行架到了楼上 紧接着屋里就全乱了套了 鬼魂们在这些人身上 是来回的乱窜 把屋里折腾的是击飞狗跳 这个时候 自带绿光的罗大妈出现 罗大妈说天儿不早了 老夜队身体也不太好 大家都洗洗睡 原来折磨绿茶妹的不是别人 正是罗大妈和猪猪的兄弟们 这一件字口 为什么会变成鬼 在待会儿来说 绿茶妹把那天自己看到的 跟清云说了一遍 可清云是一个字都不信 为了查明真相 大眼雷和小眼镜摸到了清云家 大眼雷在衣柜里 发现了之前猪猪送来的西装 居然是纸座 可不管大眼雷和小眼镜怎么说 清云就是不信 就在这个时候 之前那对外国游客 把那天的照片给清云寄来 清云打开一看 发现照片上居然只有他一个人 加上从医院传证过来的死亡证明 这下清云有点坐不住 晚上清云来到猪猪家 猪猪把一张磁盘交给了清云 希望清云能替自己保管一下 在跟罗大妈一家打麻将的时候 清云想起了大耳雷的话 他借口上厕所 把大耳雷给他牛眼泪擦在眼睛上 当他睁开眼之后 果然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象 这下可把他彻底吓尿 原来猪猪的老板鸡贼哥 一直在走私军火 猪猪发现之后保留了证据 猪猪哥一怒之下 连夜把猪猪一家四口全给杀 猪猪也被猪猪哥从楼上扔了下去 为了替猪猪一家报仇 清云联合大耳雷 趁着电视台直播的机会 当场揭穿了猪猪哥的罪行 这下可把猪猪哥彻底惊慕了 为了报复猪猪一家 猪猪哥从泰国把神婆黄他妈请到了香港 黄他妈神通广大 一出手就把猪猪一家给打跑了 为了把猪猪的魂魄照回来 清云用自己的血跟猪猪连一上 本着斩草药除根的原则 猪贼哥带着人来到了医院 接下来是一场正邪之战 双方撸胳膊晚袖子就开始往私里掐了 由于猪贼哥的行为天怒人怨 很快就领了喝汗 影片的最后 一位和猪猪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来到了医院 不用说啊 这肯定是阎王爷头老人家给欠了钱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堂诗压经 懂用七妹天仙配 牛郎之女却调毁 阎王老爷来做梅 人鬼也能一起睡